这礼拜是频道的三周年生日,时间过得很快,这三年来我的生活也随着这个频道成长和改变了很多,很感谢大家这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,尤其过去这一年是我人生中充满各种重要的转变和挑战的一年,而大家各种形式的鼓励带给了我很多的力量。 在庆祝频道三岁生日的这一集,我想把它献给所有我们生命中的毛小孩,从十年前我养了人生中第一只哈士奇狗狗,它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活,也开启了我接下来的灵性道路。 我的狗狗是我最重要的老师之一,他们教会我的是无法从任何书本或课程中获得的,毛小孩们不仅为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,同时也是灵性成长的路上不可或缺的小帮手。 通常我们把自己称作是毛小孩的主人,或是他们的爸爸妈妈,但在夏威夷原著名的语言里,他们把养宠物的人叫做卡户,意思是守护者,拥有这份幸运能够看护和照顾他们的人。 他很贴切地形容了我对我的狗狗们的感觉,能够成为他们的妈妈是一件很幸运的事,他们所带给我的远远超过我对他们所付出的。 每个来到生命中的毛小孩都是带着使命来的,他们选择来陪伴你走过生命的一段旅程,而他们最大的使命之一,其实是来帮助我们觉醒,在灵性上提升。 他们也拥有非常强大的灵性力量,在无形之中带领着我们前进。 毛小孩最大的灵性力量,就是他们能够很快地打开你的心房,让心变得更敞开,更能够感受爱的流动。 许多毛小孩的灵魂使命之一,是帮助我们走上灵性觉醒的道路。 灵性觉醒是从心轮的开启开始,不论原本受过什么样的伤,碰到什么样的挫折,而把心封闭起来,只要感受过毛小孩对自己的爱,他们的爱就像是开灌器一样,可以瞬间把原本封闭的心打开,让你重新找回对生命的热情,愿意重新去爱,去信任,去感受。 很多人开始养狗狗之后,每天早上都被狗狗热情的添醒,狗狗总是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感情,在他们爱的笼罩下,心很快地就会被融化。 毛小孩最大的超能力,就是他们永远不会把你当作理所当然,每天早上看到你都很开心,很兴奋,而且在照顾狗狗的过程中,虽然有时候他们很调皮,就像是小大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, 但透过对他们无条件的付出,自然而然地会慢慢回到那个纯真的自我,心房会逐渐地卸下,而当心门打开之后,爱的流动是双向的,不仅会感受到宠物对你的爱,你对宠物的爱也会往外流动,逐渐融入到生活中。 在家庭中,毛小孩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,他们其实非常了解家里的每个人正在经历什么,需要什么,对一些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家庭问题,毛小孩其实看得很透彻,所以养宠物可以让家庭气氛变得更和谐。 开始照顾宠物之后,对其他人也会变得更有耐心和爱心,也许原本脾气不好的人在养狗之后不仅脾气变好了,甚至会到流浪动物之家将自己的爱心带给更多的动物。 当心打开了之后,每个人都会自然地成为爱的管道,将毛小孩对自己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和这个世界。 当越来越多人开始收养宠物,并且将宠物当作家人一样对待,这个世界一定也会变得更和谐。 我的狗狗们教会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堂课,就是无条件的爱是什么样的。 它是无条件的接纳、宽恕,还有适时的放手和离开。 毛小孩的爱永远都是不受任何限制的,不论我们过去曾经做了什么,所有的条件对它们来说都不重要,它们爱的就是现在的你,它们全然接纳你的所有。 有时候在忙了一整天回到家后,看到宠物开心迎接自己的样子,它们永远会让你觉得你是足够好的。 在它们的眼中,爱不需要拥有什么,完成什么,或是成为某个特定的样子,只是纯粹地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够了。 毛小孩对我们无条件的爱,经常是我们对自己所缺乏的,它很难用头脑去理解,只能透过内心的感受。 毛小孩就像是生命中爱的导师,在它们身上可以感受到最纯粹、最直接的爱,不需要言语或行动,爱可以单纯的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。 毛小孩教我们无条件的爱的另一种方式,是给我们机会去爱它们和照顾它们,为其他生命服务是通往无条件的爱最直接的方式。 在全心全意照顾宠物的过程中,会很自然地进入那种状态,照顾宠物和照顾家人有点不太一样。 当我们对宠物好的时候,很清楚地知道它们能给我们的最多就是亲亲抱抱和陪在身边,对它们的付出完全是不求回报的。 而当我们将爱从人类扩展到对其他生命,无形中也扩展了自己的意识,逐渐感受到所有的生命都是自己的一部分,尊重它们就像是尊重自己一样。 另外,宠物也经常亲自示范如何用爱去化解所有关系中相处的问题。 我的两只狗狗有时候会吵架,但它们可以很快地放下所有的不愉快,像是米卡很贴心, 每次吵完架之后它都会主动去亲亲扑打,让它知道它还是很爱它。 扑打虽然有时候不喜欢米卡一直烦它,但出去玩一定要有米卡在身边。 它们每天都在教我关于人生和关系中相处的智慧,越愿意去聆听和观察,就能够接收到越多来自某小孩的礼物。 而当我学会了某件事,狗狗也会很开心,因为它们的任务达成了。 毛小孩的第三个灵性力量是帮助我们开启第六感,还有心电感应的沟通能力。 毛小孩一直都在用各种方式和我们沟通,有时候可以透过它们的肢体语言,像是尾巴和耳朵的样子,来知道它们现在的心情。 但大多数的时候必须要用心去感受它们的感觉,尤其当宠物生病时,它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需要什么,很多时候需要用直觉去感觉它们的需求。 但在这个过程中,所有的感知能力会逐渐开启,也许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宠物身体哪里不舒服。 当它们口渴的时候,你也莫名的忽然很口渴,或是脑海中忽然出现你和狗狗在公园散步的画面。 那其实是你的狗狗在告诉你,它想出去玩。 和宠物之间心电感应的沟通,纯粹是一种能量的传递,而且这种沟通是双向的。 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尽量减少对语言的依赖,将自己想对毛小孩说的话,用能量的方式传递给它们。 比如说有时候我的狗狗去公园玩,玩到不想回家,我会用第三眼发射鸡腿的画面给它们, 让它们知道赶快回家就可以吃鸡腿了。 当宠物黏在我们身边的时候,彼此的能量会互相融合,这是很好的谈心时间。 在这个时候可以纯粹想着自己对它们的爱和感谢,它们很容易就可以接受得到。 我们的天使和指导灵也经常会透过毛小孩来传递讯息, 如果你的宠物做了一些很反常,平常不会做的事情, 或是连续好几天都做同一件事,那些行为背后有可能包含了某些讯息。 有一次我的狗狗连续两三天都在我的卧房里打小便, 卧房代表的是心中最私密的部分, 而那是我的天使在告诉我, 有些关于最亲密的人际关系,最深层的情绪需要清理了。 有时候天使和指导灵甚至会转世成为现在的宠物来陪伴我们, 因为那是它们觉得能够陪伴你走过这段旅程最好的方式。 我们经常感觉是自己在照顾宠物, 但其实毛小孩也在照顾我们, 虽然它们只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一部分, 毛小孩和我们之间心电感应的沟通, 其实在它们离开之后依然持续着, 它们还是很关心你过得好不好, 像是有时候可能会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已经离开的宠物在床边, 做梦梦到它们, 或是在不经意的地方看到它们的毛发。 当Link宝宝离开之后, 我现在的狗狗也经常在家里看到它, 它会告诉它们在院子里哪里睡觉比较舒服, 在哪些地方挖洞最好挖。 动物和它们的灵魂的连结非常紧密, 它们可以很自然地被灵魂和更高的力量引导着, 而现代社会人们经常忘了去滋养自己和灵魂之间的连结, 很依赖语言和各式各样的资讯。 毛小孩教会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, 是放下文字和逻辑, 回到内心用直觉去生活, 回到当下, 回到爱, 而这就是开启内在灵性力量的道路。 毛小孩也是天生的疗愈师, 它们具有与生俱来的疗愈能力, 像是在古埃及的时候, 人们相信和狗狗一起睡觉可以让身体恢复健康, 我自己也喜欢和我的狗狗一起睡, 它们的睡眠经常是最深层的RAM睡眠, 和它们一起睡的时候可以很自然地就会非常放松。 另外当猫咪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时, 那个声音频率可以帮助骨骼的修复, 舒缓头痛和呼吸道的疾病。 许多研究也发现养宠物可以舒缓压力, 不容易感到忧郁, 还可以降低血压。 毛小孩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, 它们也经常是我们的精神支柱, 帮助我们从情绪的创伤中走出来。 有些灵魂如果选择一个充满挑战的人生, 它们可能会安排很多毛小孩到生命中来帮助自己, 因为它们知道也许从其他人身上没有办法获得那样的支持。 宠物们最大的疗愈力量就是它们无条件的爱, 只要在它们身边就能感受到它们所散发出的爱的能量。 它们不仅让你感觉自己一直被爱着, 它们会让你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。 有时候我们可能怀疑自己的能力, 感觉自己不够好, 但在宠物眼中你永远都是完美的。 它们看见的是你的灵魂所散发出的光, 也是你最真实的样子。 另外,毛小孩会转化我们身边所有的负能量, 它们会很自然地吸收一个家庭里所有人的能量, 然后将所有低频率的能量转化成爱。 在我的经验里, 家里有养宠物和没有养宠物的时候感觉差很多, 宠物会马上提高家里的频率, 将喜悦很自然地带到生活中。 那份喜悦就像是生命力的来源, 让我们能够自然地感受到更多的创造力、 行动力和一颗平和喜乐的心。 有时候宠物会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哪些地方失去了平衡。 如果宠物经常感到焦虑不安, 有可能是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焦虑。 虽然它们是转化能量的小帮手, 但如果一直在负能量的环境里, 还是会对它们有一些影响。 经常留意毛小孩的身心状况, 也会帮助我们更留意自己情绪的平衡。 这时候它们就会成为凝聚家庭的动力, 让整个家的气氛更和谐。 毛孩子的最后一个超能力, 就是它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安全的空间, 让我们逐渐放下不必要的包装, 成为最真实的自己。 动物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非常直接, 在它们面前不需要伪装自己, 所有在成人世界里的游戏规则 在动物身上也不适用。 和家里的宠物相处时间越长, 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像小孩, 也不太想遵守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, 但其实像孩子般纯真的那个自己, 才是真正的自我。 和毛孩相处的时间越多, 我们也会越接近自己灵魂的本质, 而当我们纯粹是在做自己, 体验自己时, 内在远远不绝的创造力会很自然地流动出来, 我们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, 世界会逐渐成为自己的一部分。 而我们只是让宇宙能量透过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去创造, 透过这个世界感受自己的独特存在, 但同时和它也是一体的, 这是最自然也最真实的存在方式。 毛小孩的灵性能力超越了语言的限制, 纯粹透过他们的爱, 在无形中影响着生命中接触到的每个人。 人们经常试着改变宠物的行为, 让他们能够融入自己的生活, 但当毛小孩来到生命中, 他们彻底改变的是我们的心, 我们的人生。